我妈的保险单里面 身故受益人居然只写了我两个弟弟 今天晚上啊 我妈让我转钱给他交瘦险和重疾险 我就上保险公司的官网查了一下他的保险单 看看是否正常 结果呢 发现身故受益人那里只写了我两个弟弟的名字 那一刻真是心寒 从头凉到脚 铺天盖地的失望 这是缺姐啊 在豆瓣的生活组里面看到的帖子 像这种啊 就是这种 婚母 她一旦啊 就是身为这个父权制的一部分 身为了父权制的这么一个走狗打手 她就不是真正的母亲 妻母妃母 她们完全变成了父权的一部分 她们就是吊唱鬼 她们就是女爹呀 女爸爸 像这个缺姐的这个亲生母亲呢 就很傻 她当年呢 在贵州的兵工厂 把家里也是挖空了 寄给她娘家妈 把钱差不多全部寄过去 寄了十几年吧 等到她生了癌症 回到娘家 管她妈要这笔钱 她觉得一个农村老太太是吧 你怎么也不可能花掉这么多钱呢 十几年你积攒在一起 你怎么花的 结果她妈呀 也就是我姥姥 来了一句 都给你弟弟过日子了 那就是等于呀 我这个姥姥啊 完全啊 就是重男情女嘛 自己的女儿生癌症要死了 她没办法伸出援手 然后呢 她还非常理直气壮的 对我妈说什么 你钱到我手里 那不就是我的吧 你管我怎么花呢 她女儿要死了 她女儿如果说真的 她心疼一下女儿 她也不会说在这个时候 她对女儿说这种话 结果呢 我妈呢 还就是啊 说不要给弟弟添麻烦 不要在娘家 死在娘家 她知道她这个癌症 是活不了的 她呢 还跑到 就是外地的婆家去 非要给人家添点赌 你说你都不是这家人 人家把你 这个婆家人 把你当成生娃的工具 当成这个 他们家儿子的 这种保姆老妈子 性奴来使唤 来利用的 来剥削的 你说你就是这么一个工具人 你怎么对自己工具人的属性 就一点 就没有一点认识呢 她又不是说结婚的时候 刚结婚的时候 没有在婆家住过 她是在婆家住了一段 怀了孕 才跑到 被我死爹 动用了她的这种关系 调到了兵工船里面的子弟学校 当上老师的 哎 就缺姐就复盘了 自己父母的那一辈子 就觉得他们很多人 很多事做的特别傻 到死她都没明白 你像缺姐的父母 那个母亲啊 这个妈 到死都没明白 你说你这个弟弟 我这个老舅吸了她这个姐姐多少血 这个弟弟啊 就讲良心的 也就是管你叫一声老姐 就到家到夜了 就没有了 然后就没有 然后了 有什么表示吗 有没有说把姐姐的这个遗孤收养过来 明知道这个姐夫啊 又二婚又下屌子 明明她看到这个缺姐的这个后妈啊 下了屌子 我这个舅舅啊 是给水利局局长开小吉普车的 在八十年代啊 那个是在七十年代 他就开始开小吉普车 他就是一个局长的司机 就是专用司机 哎 经过缺姐的这个家的附近 跑去呢 看了一下 哎呦 看了就一句眼泪就哗哗流 就知道这个缺姐的日子以后不好过 你他妈你倒是把缺姐收养过去啊 他也没有 什么都没做 就匆匆看了一眼就走了 缺姐就在想说很多女人呢糊涂了一辈子啊 总是不开心 也不幸福 但是永远都找不到癥结所在 死也是糊涂死的 像缺姐妈妈死都是糊涂死的 这男权社会 父权制社会 他就是批量生产 这种女傻子 女人呢 当然可以说此一时彼一时 但是你也可以讲究什么啊 迂回战术 你也可以看破不说破 但是你心里得有数啊 那你得学会在不利自己的时候 忍耐和折服啊 等到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毫不犹豫的剖析不好的人和环境啊 等到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一定要重拳出击 你说当女人的心里他没数的时候啊 那就真的会窝窝囊囊一辈子啊 有了机会他也抓不住啊 啥正确的选择也没有 这很多女人呢 就缺姐发现 很多女人都是扶灵啊 表面看起来又特精明特厉害 根本就不能装傻装糊涂啊 一点表面的亏也不吃啊 过于的敏感 往往呢还误会别人啊 误判别人的真实的含义 就说句话美人就没那个意思 诶 他们神经过敏跳起来 我妈呢就是那种啊 表面上特别精明厉害啊 她是因为从小长得还行 一直是被人捧着 吹着啊 被人哄着 她就是这种灌出来的毛病 她就有点啊 就是属于什么人呢 就属于啊 吃口狗时 她也得抢个尖的这种人 处处她就得处 说话处处她得站上风啊 压着别人一头 但实际上她总受窝囊气 包括在单位里啊 在学校里 学校领导都给她小鞋穿 她也得受着啊 还跟领导啊 在大会上啊 站起来跟人家当场的顶撞 然后呢 人家领导呢 就时候给你穿小鞋呗 对吧 那你可不就心里不爽 你不就生气 你就窝囊气瘦着 然后你不气着气着 就把自己气成了个癌症 很多女人都是有什么子宫肌瘤啊 什么乳腺节节啊 甲状腺节节啊 要不甲亢啊 要不乔本甲状育盐啊 就各种嘛 都是气出来的啊 你说你让自己白白的吃亏受气 明明就有更好的选择 尤其是在择偶这件事啊 你知道我缺姐的妈妈呀 当年呢 是在一个化肥肠里面 当工人 就被下放啊 就是老师啊 所有的老师都得下放到农场工厂 那缺姐的妈妈呢 就不肯去农场 因为她是农村出生 她是地主家的孩子啊 她就看不起农村那一套啊 就看不起是农活 她就非要去什么化肥肠 她就不想好化肥肠 那是多少毒素啊 是吧 多少这个污染呢 她不想 你去农场都比去化肥肠好 她不去 去了化肥肠 她又受不了了 她觉得污染 她也会难受 她就非要啊 就脱离这个环境 怎么脱离呢 哎呦 她这个被缺姐的阿尔伯啊 安排下 这个阿尔伯呢 是小学的校长啊 她是跟阿尔伯呢 共事过 她啊 这么一介绍 跟这个缺姐的这个死爹一认识 军校毕业的这个什么名校的高材生 哎呦 这个我这个妈呀 就开始满脸的满眼的冒猩猩了 她就幻想着说 哎呦 这个人可以把我拯救出来 你就不想这个男人 他你都没有 就是你 你都已经觉得他这个人不好了 你说你还跟他结什么婚呢 这个人不好 比你在这话上一直待着还要不好 结果呢 他又选择错了 糟糕都选择错了 领了结婚证呢 他都觉得自己后悔了 领完结婚证 骑着自行车往婆家走 半路上他不走了 那你倒是把这个结婚证换成离婚证啊 他又觉得哎呦 说出去不好听 结婚证都领了 肯定不是什么处女了啊 再婚的话 那肯定就是二手货了 他就这样硬着头皮跟人结婚了 他跟这个我死爹结婚了 结了婚就不痛快 是吧 就不幸福不快乐 你说这种 你是不是不给自己上的眼药吗 就这种啊 就是缺姐给她复盘一下 我这个妈 她每一步选择都是精准的踩错了 这种事很不容易的啊 缺姐就有这么一点人生感 那就什么呢 真精明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应该是外源内方的 表面看起来是有点迟钝的啊 不那么精明的样子 你别锋芒毕露的 让人一眼就看出你很精明的样子 什么 而且呢 这种女人呢 是对别人什么非小真啊 什么放冷剑呢 有点妒忌心的 她没啥反应 她不反应啊 不意味着说 她对别人的恶意 她看不懂 她看得懂 而是她觉得呢 小事上 你这样子是一点亏不肯吃啊 一点话就是不肯厌的 你肯定啊 就是难成大事 你肯定是把小事小窟窿变成大窟窿 小矛盾变成大矛盾 就你这种人呢 就肯定是 把小事 弄得不可收拾 如果说对方真的很过犯 你一直没反应 对方真的得寸进士 给脸不要脸 那你得说 你得有能力拿捏住对方 拿捏到对方软肋的时候 暴露出软肋的时候 那就要把他踩住 你得好好的重拳出击 这是你的本事 对不对 大事上咱不糊涂 小事上咱糊涂一点 真机会来了 咱得能抓住 你别每次机会来了 你都抓一个岔的 缺缺的妈不就这样 每次机会来 他都抓一个岔的 去农场 他肯定就比去工厂要好 去农场 他毕竟啊 就是脏点臭点 但是比你去工厂 接受那个化学毒素的污染要强 哎 他呢 就为了脱离工厂呢 他又要靠结婚这条路 这个男人这个家一接触就不行 你怎么能说拿自己的婚姻做赌注呢 你对这个男人一点都没看上他 你也不喜欢他 你说你不要说性欲 以缺解的观点来看啊 就是连食欲都没有 就像他像猪一样的 像缺解的死爹啊 就像猪一样的 吃猪时 咕咕咕咕咕的 像猪八戒一样的 你说你看着他 你不恶心吗 你怎么能跟他睡在一起呢 你还怎么可能跟他啪啪啪呢 而且呢 缺解的妈呢 你说你生一个孩子啊 也就够了 你不管是啥啊 你就好好爱 你就既然下了赌注 你说你要生 那就像专盲盒似的开出来 哎呦 这孩子资质平平 我缺解的姐姐 真的是资质平平啊 她呢既没有继承 这个妈妈的美貌 也没有继承 死爹的 最起码她智商还行 读书还行 这缺解的姐姐呢 既不没 又没智商 而且呢 智商呢 还远远的低于 这两口子平均值 那你说这种孩子 他就天生注意力不集中 跟天生就有多动正 天生他就属于这种 包打听 特八卦 那这种孩子 你说吃不来 那是你自己愿意赌的呀 别人没有拿着菜刀 逼着你把交配繁殖的呀 哎 这缺解的妈妈 她又生心胸预计 她又生二胎 缺解就这样的应运而生 她认为她二胎 她能赌到一个屌子 结果她堵不到 她就开始啊 把这个力气发泄 给缺解身上了 她那种刁钻呢 就是那种不可理喻啊 缺解就不说了啊 反正如果说 她真的是一直没死 一直活着 缺解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也不会说 比后妈的日子 更好过到哪里去 就缺解的姐姐 这个亲妈就是这样的 而且呢 她死了 缺解还没有多么想念她 就觉得你这人是个傻子 好了啊 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啊 就是缺解的这个中心的 这个意思就想说呢 女人呢 你得真精明啊 你别是假精明 假厉害 然后自己吃大亏 那你就是傻子呀